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今年年初有民众拍到诡异的血红色月亮 引发网友热议 担心血月出现是否意味着灾难的征兆 翻开过去历史 只要血月出现 似乎都会有意外状况发生 尤其是罕见的连环四血月出现之后 几乎都有重大灾难事件 像是2014年南韩四月号沉船 2015年圣母峰雪崩 以及2003年爆发SARS疫情 然而以现代科学观点来看 其实血月是自然现象 最主要是跟月球公转有关 只是一人串巧合 不禁让人多做联想 血月真的会引起灾难吗 或者只是古人对异象的穿凿附会想象 热线追踪带您一探究竟 又大又圆的红色月亮高挂夜空 这是嘉义民众在2021年元旦拍到的照片 同一时间台南高雄也有人目击到 这神秘又诡异的景象 偏偏又在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肆虐的时间点 再加上阵逢这一年的第一天 血色月亮现身 种种巧合让许多人不禁开始疑惑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掀起网友热议 难道今年又是灾难年吗 在开元战经就是有记录了 在血月的时候他会认为说 这会有很多瘟疫或者很多意外 那么还有很多动乱 甚至于战争 那么所以他在古代这个开元战经 他在这个月的观察里面 他认为人民应该要小心 国代占星书认为 血月与意外战争有关 是不吉利的象征 过去也传说 当血月出现 世界必有大事发生 2014年那一年不但出现血月 还是极为罕见的连环四血月 也就是连续两年内 有四个月份都出现血月 这项奇景发生的时间点 就落在4月15日 10月8日 以及明年的4月4日和9月28日 2014年4月15日血月出现 隔天就发生震惊世界的 南韩四月号沉船事件 造成304人罹难 三天后墨西哥传出7.2强症 接着2015年4月25日 尼泊尔又发生7.8强症 引发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 最严重雪崩 至少22人丧生 天灾人祸接二连三 让人很难不多做联想 可能是没有病的人 没关系你们变成狗病啊 我们要回家 我们要回家 2003到2004年的连环四血月 中国大陆爆发大死疫情 散布全球29个国家地区 造成超过8000人感染 也导致国内惨痛的 和平意愿疯怨事件 1985到1986年的四血月 更是发生有史以来 最大的车诺比核电厂爆炸事故 1967到1968年 则爆发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六日战争 死亡将近两万人 连环四血月几乎每一次出现 都正巧碰上毁灭新灾难 或事件局势动荡不安 也正因为这一连串的巧合 让人不寒能力 这个血月次数不多 所以发生的时候 可能对某些事情 正好有很多巧合 跟有些历史上发生的事 就不模而合 其实连环四血月 平均大约每十年就有一次 不过如果要发生在同一个地区 几率就低很多 500年来只有四次 前三次都在美国 而根据美国国家航空 及太空总署NASA预测 接下来的连环四血月 将在2032和2033年出现 中国历史上 关于血月最早的记载 相传是在南北朝 南奇书中写着 明帝永泰元年四月可泰 月时色赤如血 这一年是西元498年 当时认为血月 与大司马王敬泽 举兵造反有关 血月发生的时候 可能当时人心狂狂 确实会有人利用这个机会 来做一些反叛或动乱 不只东方 血月在西方世界 同样预示着重大事件即将发生 《圣经启示录》就记载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 我又看见地大震动 日头变黑像毛布 满月变红像血 把血月视为末日审判象征 这些都是跟能量有关系 所以血月代表了 就是这个宇宙里面 到你这里的能量 它呈现的这种所谓的血色 那血色一般来讲就是在古人的这个 《圣经》里面 它判断赤色是血光 那就跟这个流血有关系 那流血当然轻的就是疾病嘛 重的就是战争 天文不会因为人的原因而造成 它的运作不运作了 所以都是我们人去观察天象的时候 正好配合发生的事实 我们就开始说好可怕好可怕 其实不见得有这么严重 穿潮复会一些问题 看在历史专家的眼中 血月与重大事件的巧合 恐怕主要是来自人们 对罕见天文异象的联想 而以现代科学角度来解释 血月其实就是月全石 当月球 地球与太阳连成一线 月球进入地球本影区 阳光完全被地球遮挡 波长较短的蓝光绿光 就会被大气层散射 波长比较长的红光 才能穿透到月球 这时候从地球上 就会看到月亮由黄转红 称为血月 整个月时过程 会维持数分钟到数小时 透过我们大气的时候 大部分的蓝光的光线 通通都已经散射到太空去 红光的部分 它是可以绕过我们大气的 这一个分子折射到我们 那个躲在我们地影后面的 这个月面上面 反射过来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变成红色或者是黄色月亮 而元旦出现在台湾南部的 红色月亮 虽然不是月全石所引起 但原理也很类似 如果说月亮在很低 或者说空中灰尘很多的情况之下 蓝色的光线 大概都被挡在外面了 只是要红色的穿透 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红色的月亮 想看见真正的血月 预估将在5月26日那天出现 这也是台湾睽違三年来的月全石 2021年5月26号发生的月全石 那一天当然是满月 而且那一天也是超级月亮 也就是今年我们可以看到的 最大的一个满月 当月球绕着地球公转 达到最近距离 正好又是满月 月亮看起来就会比平常大14% 亮度增加30% 称为超级月亮 要是优于上月全石 就会看到红色的超级雪月 另外超级蓝雪月 更是百年难得一见 每天有两个月全石 在一月全石 第二个是红色 相较于斜月可以看出颜色变化 蓝月并不会让月亮呈现蓝色 而是指同一个月份中 出现两次满月 蓝月上一次在台湾现身 是2018年的1月2日和31日 而31日的第二次满月 正好又遇上超级月亮和月全石 形成三合一的五星级天文奇景 152年来只出现一次 蓝月大概是三年会发生一次 三到四年会发生一次 所以说它的发生的几率 是相较是比较低 然后超级月亮的话 一年可能会发生两次或是三次 不论雪月还是蓝月 其实都与几率有关 这些天文现象 过去在人们口中 被说是天有异象 但现代人从科学角度来看 反倒成为难得一见的天文奇观 灾难或是意外的发生 与月时之间 恐怕不能直接用因果来判断